美国当选总统拜登12月4日表示 在国会年底前可能提供的援助基础上 他很可能在下个月提出提供数千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 拜登还表示 有关就职典礼的讨论正在进行中 但他希望这一天看起来更像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是在网上举行的 他说他预计不会有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巨大的就职游行 拜登还表示 他不会强制规定新冠病毒疫苗 不认为 trade 不认为要是民主党全国代表 都在国家都要做到任何城市 我认为国家都未认为黑典 人民的国家都要做出唤证 當他們做的,他們會示範著它們的重要性